他是最可悲的军人 明明有着枪神支撑 却两小时内连杀十几人 一人单挑六千多名军警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建国门事件 他就是田明健 一代枪神为何会走上这条路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 如果田明健没有走上这条绝路 以他的身手和能力 绝对是军中数一数二的人 但当他开枪打死人的那一刻开始 他的辉煌前程就没有了 而这一切都和他从小的成长环境 脱不开关系 田明健是河南怀兵人 小时候就非常调皮 在学校根本就坐不住 也是个爱惹事的主 老师和父母的教导 他一句也听不进去 书也读不进去 但是也正是因为他捣蛋 没事就喜欢玩弹弓 打鸟 打得多了 他的命中率就格外的高 这也为他成为神枪手 奠定了基础 田明健的父亲 健指望儿子好好学习 将来成才是指望不上了 唯一的优点就是弹弓描得准 干脆等他到了年龄 就送去部队当兵 田明健身体素质不错 顺利进入了部队 来到部队后 田明健感觉很新鲜 他更喜欢部队的生活 在进行射击练习时 他的天赋就显现出来了 别的新兵弹子 十发子弹 能有一到两发 命中标靶 就是不错的成绩了 都能把负责训练的教官 高兴得不行 等到田明健射击时 他连开十枪 枪枪命中靶心 检查他的靶子的时候 只看到靶心正中间 有个弹孔 不过这个弹孔 与一般的弹孔不太一样 它比正常一颗子弹 穿过的弹孔要大 那就是说 扩大的边 应该是其他九发子弹造成的 这手操作 令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还不信邪的教官 又让他打了一遍 结果是一样的 十发子弹 几乎都打在了同一个弹孔上 一个新兵弹子 还没接受系统训练呢 枪法就已经如此了得 简直就是为军营而生的 因此领导对他十分看重 他也没有辜负这份天赋 在部队训练期间 所有的军事技能 他总是一点就通 上手很快 训练成绩也非常突出 特别是他单手换弹夹的操作 更是惊呆了一众战友 因为他的军事技能够硬 同时也因为他很会察言观色 左右逢源 因此他在部队中一路高升 短短几年时间 就做到了高级军官 但是后来被人举报 腐败和降级 调成了副连长 而这件事后没多久 一名士兵和他不对盘 找他请驾驶 他有意刁难这名士兵 便没有给他披驾 这名士兵一气之下 就和他大吵了起来 结果田明健 忍不住动手打了那名士兵 这在部队里绝对是犯了纪律的 再加上之前被举报的事情 部队对他进行了停职处理 并且要求他写份检讨书 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打人有什么错 见他没有回忆 领导并不想放弃这颗好苗子 便再次找到他 让他好好反省 否则他会被要求反强 听到这里 田明健非常不满 他觉得 这就是部队里有人和他作对 因此 他渐渐对部队心生怨恨 当然 这还没有让他恨到要报复社会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 让他的怨恨心灵达到了最深 首识AK 当机射杀23人 一人单挑6000多名军警人员 一手单手换弹夹的绝活 更是令在场的所有人目盾口呆 而做出如此恶行的 竟是被誉为 枪尘的部队副连长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田明健被停职后 心中本就有怨气 但一直压制着自己 直到1994年9月 在停职期间 他收到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家中父母寄来的 和父中的孩儿全都不在了 原本妻子已经怀孕7个月 就快生产了 但是因为这是二胎 计划生育政策 又执行得十分严格 所以妻子被拉去强行堕胎 而这样做的后果 就是一尸两命 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 原本他是还有一个孩子的 但因为那个孩子早妖 所以没了妻儿的田明健 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在这一刻 他所有的不满和怨恨 全部涌上心头 他决定他要报复这个社会 于是在9月19号这天 他默默地找枪械保管员喝酒 并趁此机会 将钥匙偷偷拿走 最后在枪械库里 找到了一把最新式的步枪 和六甲子弹 然后拿着这些东西 来到检约台 将它们藏好之后 他又找到平时 和自己关系还不错的 占有老乡 告诉他们 明天他喊卧倒的时候 不要犹豫 立马卧倒 大家对于他的话 也没有多想 做好这一切后 他回到了宿舍 近代第二天的到来 9月20号这天 他像没事人一样 在军营里四处闲逛 因为他在停止期间 不用训练 也可以自由活动 所以大家对他的出现 没有意外 他慢慢走向检约台 等到当天来观看 训练的军官走近后 他大喊一声卧倒 迅速抽出检约台下的步枪 一枪一个 除了一名军官跑得快 其余四名军官 眨眼功夫就被爆头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部队里防寸大乱 没有人想到 他们的神枪手 会用枪对准他们 混乱之中 天明剑又连开多枪 虽然没有直接将人爆头 但还是将十多人打伤 他一路打一路退 退到大路上后 他劫持了一辆吉普车 并让司机开去田安门广场 是的 他要去田安门广场杀人 他要用这种方式 去发泄自己的怨恨 司机吓得只能照做 不过快到建国门的时候 司机猛打方向盘 撞上了旁边的大树 撞车后 司机连忙逃跑 但天明剑 并没有给他逃跑的机会 一枪将人爆头 而正巧在这时候 旁边一辆出租车司机 看到了这一幕 在他准备逃跑时 田明剑也给这名出租车司机一枪 他边往他的目的地走 边开枪 路上的数名行人 也都在他的怨愤下 成了枪下玩魂 因为事情闹得比较大 一方面行凶人 是接受过专业训练的部队人员 军事素质又过硬 另一方面 行凶的地点又很特殊 因此 派出抓捕田明剑的人员 数量非常多 并且还基本都是武警特警 田明剑就在六千多名 军警人员的追捕中 边打边往大使馆的方向撤去 你敢相信吗 他一人一枪 对抗六千多名军警人员 两小时连杀十几人 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建国门事件 然而 被称为枪神的他 最后却被一枪毙命 他就是田明剑 1994年9月20号 田明剑从在军营大开杀截 到被六千名军警围追堵截 他已经杀死了十人 在两方对峙时 刚好有一辆公交车停在路中间 公交车上的乘客 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个个吓得瑟瑟发抖 本以为躲在车上 枪子总打不到身上吧 但不幸的是 交战时 公交车发生了爆炸 车上的数名乘客 当场丧命 因为发生事故的地段 附近就是大使馆 很多外交官也住在这附近 所以 还有一名来自伊朗的外交官秘书 在送他年仅九岁的儿子上学时 在混乱中 被田明剑无差别射杀了 而后又把多人伤 这一变故 让人始料未及 这或许也是田明剑想要的结果 田明剑的战场 他利用各种车辆作为掩体 灵活地穿梭于其中 一缩子弹打完了 他迅速单手换上另一个弹架 一点不耽误 他躲闪隐藏的时间 双方就这样 僵持了两个多小时 这两小时 十多名武警人员牺牲 还有多人受伤 但田明剑依然没有被抓住 又对峙了一段时间后 伤员被陆陆续续抬了下去 而这时 追捕田明剑的军警人员 也发现田明剑的火力 似乎没有那么密集了 他的子弹应该是打完了 于是 大家开始逐步缩小包围圈 田明剑看到自己的子弹打完了 也知道自己今天难逃一死 但他还是想要求得一线生机 于是他开始往大使馆的方向逃跑 逃跑途中 重弹受伤 受伤后 他一个拐弯 跑进了雅宝路的市场 也就是在这一片 他被隐藏在高处的狙击手射杀 这件事当时极为轰动 虽然及时阻止了消息的外传 但还是有外国媒体 将现场视频传了回去 外国人大感震惊 他们总是听说中国军人厉害 但到底有多厉害 他们并没有概念 直到看到田明剑单手换弹夹的视频 他们才知道 这个动作也成为了外国军人争相模仿的 但几乎没人能做到 可以说 田明剑绝对是个顶尖的军事人才 但是他的路却走窄 如果他没有射杀那么多平民百姓 如果那时能再人性化一点 或许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 我们也将会拥有一个顶尖的军事人才 但万事都没有如果 只希望这类悲剧不要再重演